調查局長王俊麗上任滿一個月 說要整頓局內風氣 不過卻發生了一名北基站蔡信 調查官 聲稱迷上了生存遊戲 涉嫌上暗網買黑槍 檢警約談蔡南盜案 依違反槍炮彈藥刀械管治條例 預令十五萬元交保 目前蔡南已經被調離限職 今後調查 法務部長蔡清祥痛批 知法犯法 絕對不能原諒 調查局醜聞連環報 不久前才發生調查官筆錄遭竊 姓嫂女同事以及監守自盜販毒 現在又爆出調查局北基站蔡信 調查官涉嫌上暗網買黑槍 先前蔡信調查官曾協助偵查 前航基站組長徐素良 調包毒品盜賣事件 如今自己卻捲入買黑槍風波 檢警上週搜索北基祖籍蔡南處處 並約談到案 蔡南聲稱迷上生存遊戲 連上暗網購買制式手槍 用境外加密貨幣付費 但槍支在出口前先被美國海關 查扣 通報台灣刑事警察局 刑事局追查收件人地址 赫然發現買槍者是蔡信調查官 報請新北檢指揮偵辦 檢警約談蔡南後 依違反槍炮彈藥刀卸管制條例 預令15萬元交保 不過檢警懷疑蔡南上網買槍 動機不單純 將擴大偵辦 除了調查金流 也要追查槍支管道 我聽到這個消息 覺得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 調查官是一個執法人員 怎麼可以執法犯法 那絕不能原諒 那本案已經由新北地檢署 檢察官在指揮偵辦中了 我相信一定可以查得水落石出 新任調查局長王俊立 上月才接棒 對內喊話要延售紀律 才就任一個月 就有同仁網購黑槍 再度重創調查局形象 法務部長蔡清祥痛斥 調查官身為執法人員 怎麼可以執法犯法 絕對不能原諒 針對調查官買槍行政處分 要求調查局並行處理行政責任 刑事責任 記者同志王德信林志堅 謝晴文新北報導